今天要說的餐廳很特別 我想暫時來說在香港,它應該是獨一無二的 因為它主打是吃北海道的鄉土料理 吃正宗的成吉思汗烤羊肉 它能夠按原汁原味去還原在北海道的地道吃法 這一點我是很欣賞的 但回頭說,其實成吉思汗烤肉是什麼呢? 它跟成吉思汗有什麼關係呢? 它的名字看上去蒙古 但其實人家是超級地道的日本料理 這又是什麼一回事呢? 還有,要怎麼吃才是正宗呢? 我覺得對於喜歡吃羊的朋友來說 這集你絕對不可以錯過 而對於抗拒吃羊的朋友來說 你更加要看 事不宜遲,立即開始今集內容吧! 餐廳位於銅鑼灣 就在正師出口對面的這座洛克站 很方便 它的名字叫羊體山 如果你有去過滑雪聖地二世谷 可能有印象見過這座 在外形上幾次富士山的羊體山 喂,不是開玩笑 人家的那座洛克站叫做蝦兒富士 蝦兒就是北海道的古稱 雖然這個是北海道版的富士山 我猜餐廳是因為煮得吃這一種 是北海道的烤羊料理 所以用了這座位於北海道的 日本百大名山之一來命名 挺好,挺易記的 餐廳的面積不算大 在風格上,眨眼望下 你已經會感覺到 它有日式居住屋的那種牙齒 但同時又有些好像是韓燒那種配套 如果你坐在吧桌位置 還有機會看到師傅在你面前切肉 另外還有兩間榻榻米式的包廂 總而言算是麻雀衰少 但骨子企利的 而且人手充足 全程都會有店員幫你燒肉 去過北海道玩的朋友 對於這一種成吉思汗燒肉 應該不會陌生 有都市傳說 這是成吉思汗在打仗時 受蒙古人頭盔造型啟發 而發明出來的一種烤羊肉食法 其中一個最異認的特色 就是這個專用的拱形蝦盤 中間位置斜斜地放些肉在燒 肉汁就會滴到周圍的粒槽中 用來煮蔬菜甚至灑烏冬都行 這種拱形蝦盤 在北海道很多地方都可以賣 幾乎算是當地居民家中必備的廚具之一 但其實這種飲食文化 並不是從蒙古傳過來的 亦都跟成吉思汗本人 而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要知道 日本人其實原本是沒有吃羊肉的習慣 但去到大正時代之後 日本人移居中國的東北 將當地吃羊肉的文化傳回日本 去到之後 在超和時代 因為整軍服需要大量羊毛 所以政府鼓勵人多養羊 去到那個時候 北海道的窄房和農村的兩個地方 就算是羊的眾贈得變成了 慢慢開始有羊肉專賣店的出現 換言之簡單來說 成吉思汗燒肉 是北海道地區的原創食法 是地道的鄉土料理 純粹是因為懶形所以改成成吉思汗 他並不是鐵木珍發明的 而他那個年代蒙古也沒有跟日本接觸過 回來簡單的看一份餐牌 羊一定是這裡的主角 還要很難得感恩 讓我穿到羊的不同部位 有羊的肩、頸、斷、腩 還有T骨、西、梅頭 多元化到好像吃牛那樣 而且不同部位的口感味道各有鮮臭 所以稍後看上去你就會明白 另外還有助害A5和牛 以及十勝豚肉等等 後面你也會看到有不同的季節料理 前菜植物 羊咖喱飯 羊肉湯等等 就算是吃全羊宴也好 但一點都不會覺得單調的 這頓飯我們五個人吃 五個都是一心要過來瘋狂吃羊的人 雖然我們沒有叫套餐 而是叫了十本不同部位的羊 然後著兩加前菜和小食等 來醒醒味 所以洋蔥柚子沙律 和水果番茄這些我就不多說了 一來就直接看看羊肉餃子 是怎樣的一回事 豬肉做餡的餃子吃不少了是不是 羊肉餃子會不會很濃味呢 咬開你就看到 肉不是免治狀態 而是咬口的碎肉粒 連切到很碎的蓮藕和西芹 口感很豐富 而吃的時候要小心點 因為汁水很多,因著爆汁 現在這樣配搭 羊肉夠味 但不會有一股濃的酥味 相當好吃 如果不是陣間還有十款不同部位的羊肉 還未來的話 這份這麼香口鮮嫩的羊肉餃子 一定會追加幾份是夠 同樣出色的還有羊肉湯 它聞起來很香 喝起來的質感是清的 而味道是濃郁的 所以感覺上我會聯想起清湯膽 因為整件事很像 除了白蘿蔔外 還加上淡落到的洋蔥 所以喝起來很清甜 而且羊肉和不可道吃的時候 是一樣的,不酥的 現在進入秋涼時節了 做回一碗清鮮香甜的暖胃清湯 喝完的人暖一流 好,來到氣肉了 是時候燒肉了 普遍來說 我們對於燒不同部位 牛肉的火候會比較熟悉 但羊肉真是無從下手 又不用怕的 這個餐廳我安排店員全程幫忙燒 首先放些洋蔥在山腳位置 準備摺緊羊的油脂 然後再用羊的脂肪開爐 當鱸魚熱到這麼快熱的時候 當你一放快肉上去 立即聽到滋滋聲 這個溫度就OK了 羊和牛肉都是一樣的 它不需要全熟的 但漂亮的羊肉有一個好處 就是 就算燒到好熟也好 也不會像牛肉一樣 是會硬到咬不開 當別人在旁邊燒肉的時候 我們可以拌好醬汁 地道的食法就是 把新鮮的蒜蓉牛油 加上辣椒碎 1比1的比例 加進自己的醬汁 放心 不辣的只是用一個香味 現在先來看看 第一份燒好的羊頸柳 這份在今晚的其他部位 算是最淡美的一份 它肥瘦適中 肉質軟嫩 油脂少 但吃起來不會柴 除了汁醬之外 標準配置的成吉思汗燒肉 還會跟一份日本泡菜 和鱈魚腸植物 配一碗飯來送口 日本泡菜吃起來比較甜香 沒有韓國那種濃的辛辣感覺 而鱈魚腸一定會這樣碎上 因為它是超級硬 如果不切碎它 根本就無法咀嚼 跟著羊頸柳的後面 現在燒的這份就是羊塞 包括在這裡吃的成吉思汗燒肉 因為它是香土料理 燒肉都是比較迫 很細間的居住屋裡吃 而肉的樣子都比較不修蝙蝠 不會切得很整齊的 拿最好的部份出來燒 不會這樣 因為成本問題 你現在看到這些賣相這麼漂亮的羊肉 都是師傅改好 去完筋 捲好之後再切片 做出來的 所以就算吃羊塞 也不會咀不開 但這個部份的羊味比較清淡 所以你可以試試蘸醬汁醬 這樣說下去 北海道有兩款不同的烤肉食法 分別一個就是醃完再燒 燒好直接吃的這個農村式 以及現在吃的這種 原味拿去燒 燒完再沾醬的炸房式 前者的話 肉沒有那麼乾身 而醃肉的汁都會滴在鍋邊 水份比較多 所以可以煮菜煮烏冬 還可以 而後者就是眼前吃的這個炸房式 調味多少可以自己做事 以及滴在鍋邊的 就純粹是羊的脂肪 所以這樣烤出來的蔬菜 我自己覺得香口很多 有時候你會見到 當地人會放些芽菜 椰菜 墊底 因為水份含量多 所以爐不斷彈油出來 而這裡純粹只是用洋蔥 整件事好很多 跟著這個 就是羊的Piccania 就是羊的屁股位 它肉就開始濃一點 它有脂肪的 但不多 雖然可以同時享受到 油香和肉香的滋味 其實對於不吃牛肉怕肥的人 這裡是很棒的 因為羊肉是一流的蛋白質 但平時吃來吃去 不是中式的超濃味的羊腩波 就是西式的烤羊架 好像說到整隻羊 只有兩個部份是吃的 例如這份羊T骨 它有一點厚度 雖然能夠燒到外香內亂 能夠鎖住汁水 而近骨的位置是特別滋味的 店員有說這裡用的是 一歲以下的羊仔 雖然你會吃到羊肉的鮮甜 但又沒有那種令人卻步的酥味 所以我一開始就說 這裡對於抗拒吃羊的觀眾來說 你更加不能錯過 之後逐步開始 部位就會越來越濃味 這是羊上肩甲 即是羊肩近頸的部位 這肩是明顯肥一點 而且需要提前切好才下鍋燒 你要切斷它的根 才能夠欣賞到這個部位的精髓所在 它的肉味是超級香濃的 它有小小的筋位 帶有小小的脂肪 口感是略大硬 挺有咬頭的 能夠咬到索索的聲音 但又沒有渣 你一路咬 羊肉一路撕出來 超級滋味 至於我們應該是比較熟悉的羊腩部位 這裡的做法是向煎 煎到肥膏薄薄脆 煎到軟著肉乾身 吃下去是爽脆的 它比剛剛的羊上肩 羊腩位更加肥更加濃密 所以這個送法一流 而食羊有一個好處 它不同吃牛或吃豬 它是沒有那種飽制感 所以才能夠有源源不絕的戰力 去試多些不同的部位 這份羊架 我會覺得是全晚的高潮位 瘦的它暖 肥的它香 厚身汁水多 火候剛剛好 不論你是喜歡略帶煙韌的肥膏位 還是暖都無論的骨肉相連位 或純粹享受淡淡肉的滋味 它一條羊架就已經滿足了 最後上的就是兩款伊比利亞羊 伊比利亞羊 有一份是羊梅頭 一份是羊西腩 羊的梅頭 聽店員說我才知道 原來有很多筋 所以羊梅頭要吃全熟 要把筋燒至軟 雖然它是全熟的 但也不怕會變得很乾 咬不開 至於你說感覺到它那種醬果的甜香 我又吃不出 因為始終它的羊味是突出的 還要好好咬口 是越咬越出味 相反的羊西腩就不需要太熟 它的肉質很軟滑 論肉味 算是這頓飯數一數二最重的部位 但吃起來是超級香的 而且它的甜也很突出 只是我分不出這個 究竟是羊肉本身的甜 還是吃醬果的甜 用它來壓軸是超級滿足的 之前還有一開頭 我怕這頓飯煮肉可能不夠飽 雖然點了一份招牌的羊肉咬喱飯 還有追加了一份牛舌 幸好是五個人分 所以解決它們沒有難度 吃完就對了 不會太過飽 日式咬喱也比較偏甜 但北海道的咬喱飯 就像是吃印度咬喱的款 它的香料味比較突出 吃起來會偏辛辣一點的風格 我不知道關不關我比較冷 可能吃辣的話 人都會暖一點 你現在看到這裡的咬喱飯 羊肉是一絲絲的 已經和飯融為一體了 淡淡都滋味 一飯五個人分 每人分到半碗 吃完飯之後 這個爽口多汁的牛舌芯都消耗了 剛剛好 作為飯口甜品 沒得談 來到最後 我們還點了一個真正的甜品 就是開玩笑嗎 牛舌做甜品 這是一個圓過菠蘿仔上的傻碑 是不打得都嚇得的 來到這裡 今生飯的串點來到尾聲 最後來看一張單 細項我不詳細說 自己慢慢看 它有幾款肉的麗盤 都是一份有四片的樣子 它們都很靈活的 可以多給一片 給我們五個人平均分 按比例計算錢就可以了 不用多點一份肉吃不完 它有十個不同的部位 還有咖哩飯、餃子、前菜 連牛舌、野飲、加一 全餐飯總數是4906元 人均接近1000元 不算便宜的 但物有所值 這餐飯雖然我們是散愛的 但你有沒有發覺 它們的上菜次序 都是會跟回 由淡味食到濃味的節奏 一開始先會有一份清新開胃的沙律 然後就有一個甜到十足的水果番茄 之後就上一份慢煮鮑魚 這個就還好 它的風頭可以說 完全被只有羊肉餃子蓋過了 然後就上一鍋暖胃之味的羊肉湯 當打好底子之後 就由羊頸、羊膝 淡味的部位 一直吃到之後的T骨、腩胃 濃味的西冷、梅頭等等 最後來到一份羊肉咖哩飯 我們點的時候就很隨便點子冰冰 但它們上的時候是有鋪牌的 這一點很值得 還有因為這裡是由店員幫人燒肉的 可以發揮到不同部位的優勢 即是什麼時候是吃暖的 什麼時候是吃香口的 什麼時候要熟透 而火候應該怎樣去難點等等 在這裡要表現一下當日Serve 我們的店員Anthony 是一個很有熱誠 還應該是很喜歡吃羊的人 有她全晚的Carrie 今次飯真的有口好吃了 今集內容就到這裡了 在原本沒有抱太大的期望下 又竟然發掘到一間多有驚喜 吃羊吃得這麼全面的餐廳 還要全程有人幫忙燒 坐在這裡吃就可以了 整件事真是很棒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我們下支影片 I feel so free I'm a sweet baby Cause you Glue all the pieces back together Yeah you You take all my wrongs And make them better Yeah you You're making me wanna try forever I feel so free I'm a sweet baby